好來 陳佩琪上 你自己先挑好了 因為技術比較差 我主要切蘋果 我煮一頓東西不容易吧 我小孩子就是煮這樣 baby food 我都是這樣子做的 穿山甲其實他們正常來說應該是吃螞蟻跟白蟻 但是在飼養的環境之下 我們實在沒有辦法抓這麼多螞蟻給牠吃飽 所以台北動物園大概花了20年的時間 去開發牠的人工飼料 那今天就是要請市長跟夫人 幫我們來製作穿山甲的飼料 好來 陳佩琪上 你自己先挑好了 因為技術比較差 我主要切蘋果 哇 牠的食物太豐盛了 火食會這麼貴 好 我們總共有十幾種要加 喔 要這樣 麵包蟲 這麼容易的工作你應該會做了 因為今天所有的家人吃的 好多麵包蟲 蜂勇是我們爸爸 很重要的 他有什麼玩笑 食材質 不是啦 我說吃的比人還好 碳酸蓋粉 碳酸蓋粉主要是 在野外會吃到一些石頭 所以增加一些蓋粉 這個是石蟲木的專用飼料 裡面有什麼位數還是什麼 沒有位數 就是主要是昏臭飼料 分用來蛋白質 對 我怕那個火石會不會來貴 這邊還要蒸熟喔 還要大銅電鍋 因為它的營養價很高 那每天都要煮嗎 每天我們是每天現煮 哇 天啊 那妳一年365天都有人來上班 對 我們應該是動物自動販賣機 我們也很希望有這個東西 哦 煮一頓東西不容易吧 我小孩子就是煮這樣 baby food 我都是這樣子做的 哇 看起來很 delicious 來 那我們還要再加第二個階段的 就完成了 把它全部加一下再一起拌 他認為這樣最省事 你看 太多了吧 我這個第三種最多就是 幾釘子 主要是因為它的原本的食物 是螞蟻跟白蟻 所以富含幾釘子的食物 所以我們會添加這個幾釘子粉給它 換算下來 我們每天可能要提供它幾十萬隻的螞蟻 所以它吃這個就不會再想念白蟻的味道了 還是會 還是會嘛 所以我們其實不定期會提供它很多 今天煮這個算是給他們健行 沒有想到說要當動物保育員 還要當廚師 還要把攪拌第一次去蒸 蒸出來還要再加雞丁粉 還要再攪一半一次 我發現我吃飯都沒這麼麻煩 目前台灣在國際上處境困難 我們就靠這兩隻穿三甲 到布拉格繼續裝可愛 鞏固我們的城市外交 拜託他們 可是這算是他們在台灣的最後一年 稍後利用這個農曆春節 弄一些好吃的給他們吃 算是年夜飯 希望你們將來即時到布拉格動物園 吃得好穿得好 還有認真的過每一天 快樂的過每一天 好 加油 因為我們會花很多時間跟他們親近 然後會做一些訓練 所以實際上相處時間還是滿長的 他們兩隻應該都可以 就是叫了他們會跟著走這樣子 他其實知道哪一個是他的熟人 滿需要耐心的 因為他們真的滿害羞的 然後很容易被嚇到 不管是動作或是聲音 他們其實很容易都會嚇到 然後就會 有些就會趕快跑走這樣 或是把自己捲成一圈這樣子 就是必須要哄他們 然後等他們 就是等他們自己放鬆下來 我們才可以進行這樣 會吧 但是會啦 對啊 跟他們相處那麼久 一定還是會覺得 要送他們去那麼遠的地方 然後可能就是再也見不到 還是會覺得有點擔心 因為剛好布拉格那邊也是第一次 他們可能會一直想要抓那個東西 就是想要出來這樣子 原方部分可能就會一直 有跟布拉格那邊聯絡 然後講一些我們飼養的條件 譬如說溫度 十度之類的 盡量的把我們所知道的都交給他們 對 就是盡量放心 盡量讓自己放心 希望國寶和潤火堂去的旅途當中 然後就是盡量都在睡覺 不要起來一直跑來跑去 你們很快就會到布拉格 然後希望你們這邊都好好聽話 好好吃飯 然後健健康康的 對 然後雖然可能以後再也見不到 但是希望布拉格動物園 會好好的照顧你們 然後你們有辦法翻驗下一代 為穿山甲這個族群的保育 做出奉獻 對 就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在2018年布拉格也送給台北市的動物園 有一隻馬來模 你知道齁 最近就會生下一隻小寶寶你知道齁 最重要的齁 台北市會送給布拉格動物園 兩隻的這個穿山甲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你知道齁 那我們期望說台北市跟布拉格在未來的時間 還是可以繼續有更多的交流 好